先议员林哲思为了扩大服务 特别邀请了立法委员审发会林一锦加入了服务团队 7月22号上午举行联合服务处的成立查会 林哲思表示 上任以来有很多的服务案件必须要由中央单位来协助处理 因此他特别借重立委审发会和林一锦的专业领域 要让花蕾相亲的需求可以获得更有效率的帮助 当选先议员半年多 林哲思的服务案件包罗万象 他发现有许多需要中央单位来协助 因此特别邀请立法委员审发会林一锦 共同成立联合服务处扩大服务的范围和层级 因为就是我接到很多民众的层情 其实他在不是光靠地方能够解决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中央的协助 那很高兴就是以前就是在美勤委员那边服务的时候 有认识了很多的立法委员 那今天就是特别邀请了其中的两位立委 然后来跟我们成立联合服务处 能扩大我们的服务 然后协助乡亲 其实这两位立委就是他们都是在 不是比较都市的地方 比如说像审发会委员 他其实是新北的委员 但是他任养了苗栗 所以他很了解这种我们乡下地方的需求 所以那在林一锦委员部分 他是教育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那他也是多方面的替学校争取非常非常多的经费 那我们花莲其实教育的部分也是非常需要中央的协助 所以这两位委员都非常的有专业跟服务的一些经历 部分区立委审发会特别来到花莲 肯定林哲师的认真用心 他还表示会尽力协助处理花莲的服务案件 则师我可以说对于年轻人看得到现在 是我们民主政务动非常认真 现在你看有网络的年轻人 你看看其他动的那些年轻人 大家要趁在网络拍一支鸭片 有的在当网络的年轻人 这样就有网络拍一支鸭片 代表其他的政府都出来 参与的 但是我们则师这种人民代表 我们当年以来民进党少年人的表现 就是在一个地方 自己的故障 这样敦典 真正耕耘 真正对基材 不够了解 否则师他对那时候 做美金的主委員 做政府的主委員 一直到这个当办的工作 我们都非常非常实在 可以说一步一脚印 不然来来帮我们 本来没有共产议员 就能帮我们国庄的服务 林则师表示 审发会的专长是 偏乡区域的建设发展 林以锦则是常年致力于教育推展 都是非常专业有能力的立法委员 希望联合服务处成立之后 从地方到中央 有效率来帮助花莲乡亲解决问题 介绍会节安相报导 谢谢大家 教育发展 接下来 5小小小的 2小小的 4小小的 4小小小的 3小小小的 员 白 哥 不要 �